4月19號是日朝啦你 我們今天講香蕉日 並不是一定是4月19號 因為香蕉日是每年4月的第三個星期三 上年就是4月20號 下年就是4月18號 不要說日子 告訴觀眾為什麼我們這麼喜歡這個日子 因為我們喜歡日子 不要掛著吃啦 時刻掛著吃吃吃 香蕉日其實不單止一日 世界上關於蕉的日子有很多 我們今天選擇是因為夠特別 傳說佛祖式加盲 都因為薏椒而獲得智慧 所以香蕉又叫智慧果 那應該本來5月才慶祝啦 那分蛋了嘛 咦?你罵我啊? 香蕉除了通便潤腸之外 還可以憶惠新津 那為什麼不吃香蕉呢? 例如來月經的女士 因為香蕉本身比較寒涼 那吃了就怕會有M痛啊那些 還有容易經常蛤的那些人 都是不可以經常吃香蕉的 因為蛤到不治這樣 那而蕉皮的功用呢 除了用來善人之外呢 其實它是可以煲熟它之後呢 是可以解乾屈的 還有去水種的 世界焦水 世界上最大的香蕉 30CN 4斤 世界最出名的蕉 Andy Warhol 香蕉的種類 五十多種 三百多個栽培品種 世界最多香蕉出產 印度16.8萬噸 朋友 你回去印度吃蕉吧 世界上最懂得玩蕉的人 Shiftneck 不要再報謝亭福了 大家記住 4月第3個星期三 炸蕉 你不炸蕉呢 炸蕉了 聽到沒有 聽到沒有 很準了